好,大家好,來到宏觀科的hashtag的時間 我今天呢,其實我就是 其實是英國時間,現在是凌晨12點43分 主要為何這麼晚錄這段影片的話就是 隱緊以待就出了NVIDIA的業績 都是一個breaking news,所以都想跟大家說一說 這一節就應該不會做到22分鐘 還有明天星期四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回我問三和雷總和KO一起做的節目 所以有什麼時間做都可以再追蹤 其實本身的美股是有跌的 這幾天其實NASDAQ都跌了不少 再加上就是FED方面 其實就覺得說 都怕過這麼快減息的話 其實就不太好 所以就說 你看到 FED的官員說 提出了一個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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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室友台 那都是 比资和S&P平收,NASDAQ跌 AI股票也回了不少 NVIDIA连跌了5-6% 主要是等到今天星期三月晚就是NVIDIA的业绩 NVIDIA的业绩就是 我想大家可以详细找个机会再详细 但其实是不错的 第一就是期望都可以详细 我也说炒美股有时炒法就是 第一就是炒到刚刚过去的季度的业绩 是否符合市场预期 是符合的 第二就是预计是如何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两方面出了业绩之后 都可以详细到市场预期 所以现在Wallstreet出了一个新的价格 看看这个是不是更新的 这个也是对的 应该是昨天的 例如我那间就看到1100元 不同的Morgan Stanley也看到630元 德鲁牌由440元到560元 都真的进展得很快 尤其是Data Center的话 其实是几百%升上去 你看到Data Center是217% 其中一个商业绩就是 不是卖过芯片的 租到Data Center 去用Gen AI的GPU功能 那中国方面 应该可以继续给它一个贡献 所以未来的业绩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它又交了一个不差的预期 所以就是不错的 如果现在看回盘后的时间 盘前就是昨天收跌2.85% 但盘后后已经带上去 大约是升了8.49% 去到732元 高位大约是750-60元左右 所以来的高位其实也不太远 所以其实也是很好的 盈收就增长了265% 利润暴增769% 你看到了 盈收的幅图就是升256% 利润是收769% 就是证明了利润的价格是有阔了 所以实际的值是5.16 就是每股的盈利 本身的预测就是4.6 所以也挺夸张 加多了10% 盈收也加了10% Data Center就是佔184亿的收入 所以 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数字 其他游戏那些当然已经小了很多 所以 现在最大的盈收来源就是Data Center 已经去到184亿 相当厉害 就是相当高 之前是很担心他 所以就 去到740多元 然后就回到660元 所以就 出了这个业职之后 然后反弹回去 应该 以我的估计来说 不是死猫蛋那只 不是好像中国股票那只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在740晚 在美国开市的时候 应该都能保持到这个升幅 所以就是 我722的节目也有说过 就是 这个OpenAI的 Sam Altman 他其实都知道 这些 芯片的 价格其实是很高 很贵的 虽然你看到 营收是增加了很快 但是其实 他仍然是输钱 主要就是 这些 Data Center 或者 DGPU 其实价格是相当高的 所以他就在 Earnings Meeting 那个Analyst Call 里面就说了 加速计算和新成绩的AI 已经达到了引爆点 所以 各个地方 行业和国家的需求 仍然是激增 似乎真的看 就是 我初时年头的conviction 不是说 上年就是一个 infrastructure的爆发点 可能未来年就炒了多少 application 可能有点修正 就是继续 可能infrastructure 还是很快的增长 可能 押后了 就是之后的AI application 或者 之后才再 就是今年也一定会有增长 但是可能是 因为infrastructure 还是建立得很厉害 就是等于 那条公路还在建很多条 好像德国 没有限量的 一个 不会限制你车速的公路 就是superhighway 所以 还是在建很多 所以到时的application 应该相当会 是夸张 所以 当然 不是完全 无风险 因为 其实是非常波动的 股票 但是 波动得来 没办法 因为 始终增长得 很快 当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一些瑕疵 可能会下跌 所以 都要非常小心 暂时 暂时 正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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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公布的业绩 不错 NVIDIA出业绩之前 其实大家真的很担心 我之前也有 尼新 我又持有NVIDIA 以及这种网络安全股 这种 Palo Alto Network 它自己不是出 一个网络安全的软件 很多时候市场就比较喜欢这种 这种平台 就是 卖这些 网络安全软件的一个平台 他就比较喜欢 因为 网络安全问题 那个软件的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 都高一尺 摸高一丈 当你 做了软件出来 好像是很劲 防了很多毒之后 有些黑客 可能是 已经 线上了 你一个 防毒的软件 所以 基本上 你就变成了防火场 就是有了 流动 不糟糕 那就糟糕了 所以 防毒的软件 可能股价就会大 但是你做平台的话 你就是选择一些好的 Products 就买 那个概念就是 基本上AI 如果增长是速度快的话 其实对这些 网络安全的 需求 其实也有很多 所以本身这种 PANW 其实都是 明星级的股票 都涨了很多 但是 当它出了业绩 上季是OK的 当出一个 预测的预测 未来的季 或者未来的年 增长得慢一点 昨天就跌了28% 是相当夸张的 所以 升就升了很多 你看到 一支火箭 都升上去 但是 一跌上来 一出一个 差页息 当然就会跌 再加上 如果有差的预测 预测 就会跌得很厉害 所以就 非常夸张 那时间够了 我大约录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 就是高显了整个 NVIDIA 业绩的情况 多谢大家支持 再详细 等我日后 起床的时候 再看消息 或者再讨论 在 Analyst Meeting 里面说什么 然后 星期四就跟大家分享 多谢 拜拜 拜拜